这里呢我想明确的是呢 减免社保费不会影响养老金的暗指足够发放 首先呢 这个减免费的政策 事先是经过了反复研究 缜密评估和精确策算的 是以必须确保养老金的暗指足够发放为前提的 其次呢 我们对非省确保发放的困难程度 也进行到充分的预判 对保发放困难的省份将加大资金的调整和支持的力度 第三是在制度建设上 长期确保发放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制度安排 那么到目前呢 已经就25个省份出台了本省具体的调整办法 其余省份呢 也正在结合本地实际抓紧组织实施 遵既尽尽快将调整的基本养老金 挖到退休人员的首度 谢谢